兄弟们大家好 这里是一二水族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五个特别漂亮的草缸造景 头一个就是森林景观 这些木头都是直条 有粗有细 你们可以用香槟木做出来相同风格的 记住前面低后面高 前面粗一点后面细一点 像这样的摆放就OK了 那么还有石头造景 我以前其实不喜欢石头造景 但是我看到这个造型以后挺喜欢的 但是人家用的什么石头就不知道了 现在好多朋友都是喜欢这种南美风的鱼缸造景的 你们觉得这一口鱼缸属于南美风吗 我感觉属于有沙子 有石头 有简单的一些水草 这就属于南美风了 但是里面有好多阳性的水草 以前咱们都说南美风是阴性水草 这个算不算 你们说了算 好不好 还有石头 水草泥 水草 甚至再搭配一些沉木 这个鱼缸可能会更好看 下面我们看的这一个是非常有个性的 以前有朋友找沉木的时候就说 不要高出鱼缸 高出去以后它嫌如何如何 但是你们看到没有 这种造型的水下有植物 水上也有植物 这做出来的效果那是相当漂亮 我会让你们看出来的 好